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可以说这届林里中学很多的学生也考到非常好的成绩 新明中学就在刚刚公布的欧学准会考当中进步相当的显著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好 我们邀请他们出场 首先就是欧学准会考资优生周一杰 来自新明中学一杰早 恭喜你 一杰考到的是九科的A1 那另外是新明中学校长林凤平林校长 早安 欢迎 以及新明中学母语部主任汤俊杰老师 汤老师早 欢迎 欢迎 我发现现在邀请到的这位男同学跟刚才的影译 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 对 他们在学校是一样的制服团体 就不同学校啦 可是参加都是MPCC的活动 我们现在就要先请一杰来帮我们说一下了 考到这样子的好成绩 你拿到了九科A1 在平常在生活上面 包括可能学校课外活动的安排 还有读书时间的分配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就是在各方面都尽自己的本的全部 那么就先把学业把在第一 然后就是课外活动 那么其一的时间就让自己在学业上和放轻松上寻找个平衡 所以就是这样天天的这样过去 就是让自己在一个很健康的环境下读书 而且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 所谓的平衡是一天当中有几个小时分配来念书 就是一天的功课做完了以后 然后自己也读了一点书以后 就让自己放轻松了 别去想太多 四个钟头够不够 四个钟头 课外活动很花时间的 要操 要练 对不对 一个星期大概是一两次嘛 我的课外活动是在星期六 所以就是早上 然后下午我就读点书 晚上我就让自己放轻松享受个周末 所以课外活动结束之后 是不是在心情上会得到一些调试 不会吧 我还有帮助 就是有时会真的很累啊 那么如果很累的话就让自己放整天 就是放轻松 然后隔天再补上 哦 所放轻松的时间 所以心情上来讲是不委屈自己的啦 不会 不应该吧 其实 请问校长是这样子的做法是适合其他的同学校访吗 因为一杰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 所以他能分配就是工作和他们的他的那个CGA就搞得蛮好的 所以对于这些学生我们就是进行比较给他们培养他们的那个领导能力 那么这样就会给他们有这个信心把这个会考成绩搞得更好 新名中学的成绩很好 今年尤其怎么说呢 这个考到九科A1的学生呢 共达七位 比上一次的会考的成绩多出了四位 而且快捷源流可以升上初级学员的人数高达97.4% 那么普通源流可以升上这个高中的也达50.8% 学校方面是怎么样帮助学生备考的呢 其实除了学生本身不懈的努力 老师们也敬严了业的态度是非常的有加 那么我们是很重视数字教学 那么在课程时间会腾出时间给老师一起参讨备课 那么也可以分享这些教学的资源 请问是怎么做呢 就是每个两个星期腾出一个一小时半的时间 那么那时候就不上课 师们就一起在讨论更有效的教学方法 请问像这样子比如说这样一个讨论的内容 也请老师帮我们分享说 你们大概会进行怎么样的交流呢 很多时候就看 只要是针对好像一级这种中四的毕业班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拿他们的考试成绩做一些分析 然后说这一个年级可能考得不成好的话 到底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重新来商讨那个教学这些策略 可能说针对一些比较弱的学生 可能要个别的一些补救活动 哪些老师要做哪些安排之类的 汤老师呢是新民中学中三的华文老师 当时有发现一杰他有这方面的钳制吗 一杰我在中三那一年第一年教他的时候 教他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在语文的掌握能力是比较强的 尤其是他那时候就在班上的时候 假如他不懂什么东西他都是敢于发文 不然就下课后他会自己来找我 说要更加了解那上课内容真的 自动自发 自动自发而且他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 就不是说那种一当的华文课就觉得很厌倦 然后呢什么样也不会一直有华文课 这个教学方式能够有怎么样的反应 这边就是一种所谓的一个创意教学 一个英才师教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这位老师 你要懂得用什么最有效的教学方法的话 最基本就是要跟学生多接触 融洽的师生关系其实是一个关键 是欧水准会考成绩林里的学府呢 可以说这次相当显著的进步 王女士早安您好您在线上了 王女士早接听您的来电 请说王女士听到我们的声音吗 好很可惜这个电话呢现在接不上 不过我们也请我们的校长 也来帮我们做进一步分析 看到说这个学生这样子一批一批 刚才我们提到说这个男生女生之间呢 不知道在这个阶段的学期需求会不会不一样 也请校长说说您这方面的经验好吗 其实嘛 女生嘛他们就会比较成熟 比较早一点成熟 对 男生全部投销 男生就比较轻松 就好像一节这样比较轻松 会有这种感觉吗 说身边的女生好像比你老成这样子 没有 不会 到了那个初级学院她就已经盖过她们了 就比你老成高了 常常会这样 对 所以女生真的会在这个时候展现比较大的成熟度 对 男孩子那这样子的话要怎么样引导男孩子用功读书呢 那么就要靠老师了 他们就会抽出很多的时间 就是跟课外之后就就叫一些比较成绩比较弱的学生就进来补课 所以就是老师们画了很多心思 的确 而且其实现在看到说有很多关于说那个师生之间的关系啊 他们很多的联系 很多时候也在网上进行 所以其实网络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工具 对 我想这样的这个网络会继续的不管是学府也好 或者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是非常必要的 或是可能还要跟学生们聊一聊这关于艺人的八卦啦 动态 会不会让学生也可以说是拉近关系的感觉呢 还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吧 对 好 我们今天的城市大家说第二段呢 再次的要恭喜我们的非常考到优异成绩的这位一杰同学 恭喜您也恭喜新明充学 谢谢 还有老师的功劳 劳苦功高的 谢谢你们三位的分享 谢谢你们也恭喜